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賣洞房 但你知道嗎 全球可有幾張球員卡 一卡在手 等於擁有地保 2012年要加台幣4600萬的神之卡 時至今日 已經是大股簽名卡的 25倍貴 之所以如此 除了是因為 Who's Wagner 是大聯王歷史上 首批入選名人堂的球員之一 還有一段顯為人知的歷史故事 1880到1900年代 香菸廣告盛行 美國煙草公司為提升銷量 將帶有球員銷像的卡片 塞進香菸盒中 替黑白棒球年代點綴色彩 當然是 Wagoner就是核內贈品 Wagoner不想放入 煙草 他們將會看到他的影響 和他喝酒 但因為這簡單的原因 造就了不簡單的球員卡生態 由於提早下架 現在他的球員卡 除了是全球最貴 甚至有卡片界的 蒙娜麗莎美稱 事實上當年在球場上 和Wagoner堪稱 伯仲的Tide Cup 球員卡如今也是大股的好幾倍 但由於球員卡持續推出 因此釋駕和Wagoner相去甚遠 從哪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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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談到上股神獸 怎麼能忘記他 老美拿來和大股 比較的貝比虎斯 1916年過去曾有 巴爾地摩新聞機構 替他製作過紅藍兩板球員卡 1933年後 購商的公司也跟進當成贈品 一口氣出了五種版本 但這卡片市場 猶如通貨膨脹 卡片多 價值低 因此鮮少被討論 大股神獵 看起來 事實上這簡簡單單的一張紙 平均最快不用五分鐘 就能拍完 大股神獵 除了遇到死都不肯笑的球員 但總體來說 製作球員卡費時短成本低 讓1950年代後 出現不少球員卡的實體商店 而且家家都有賺投 好像銷售市場 它跌倒了 但熱潮在網路出現後 逐漸退銷 下游零售商 一度在佛羅里達州的 奧蘭多 泰特斯威爾 維羅海灘 這鐵三角中 有多家零售商店 但截至205年 實體店面 猶如老化的球員們 逐漸退休 關門卸業 你永遠不想離開 一年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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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年 這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一天 這個年代 雖然球員卡更多更花 但專業的收藏家 認為舊愛還是最美 因此有歲月痕跡的卡片 逐漸成為金字塔頂端消費族群的專利 或許現金的球員卡 對收藏家以及賣家而言 已經是在商演商的籌碼 但對真正熱愛棒球的球迷來說 當昔日英雄逐漸凋理 球員卡能讓回憶不死